外松糖最有名的就是曾经献上给昭和天皇的草饼 这种草饼呢它是这里最招牌的甜点 而且必须当天现做当天吃完 在做的时候呢要反复的揉捏锤打饼团 才能够让饼团拥有最Q弹的口感 锤打完饼团之后呢手工包入清甜的豆沙馅 就是连昭和天皇也爱的献上草饼哦 这里的樱花羊羹也是一绝 要能够让腌制的樱花在寒天里面盛开 全靠店主夫妻的一双巧手 樱花羊羹的下方则是抹茶羊羹 平衡樱花的甜度 当天我总共试吃了三种不同的甜品 有樱花羊羹、栗子羊羹、还有草饼 但我最爱的还是这个有着浓浓爱草香的草饼 万松堂就在清风山寺人王门口 招牌非常的明显大家绝对不会错过 也有可以让你背在身上边喝果汁边享受 果汁里面QQ隔饼口感的 隔mobile新潮甜点 接着就让我请万松堂的店主 乔本一之先生给台湾朋友来一点问候吧 吉野山寺人王门口感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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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吉野山寺人王门口员 私四代目になりますが 昔からの伝統のある素朴な 饭豆を毎日毎日朝から作っております 是非台湾からもお越し下さい 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串西山寺人王门口感的